狐狸猫和小树蛙看到洗衣去污粉的电视广告 只见广告演员将沾满褐色污渍的白色上衣放进水盆里 再倒入洗衣粉 搅拌几下后再把上衣拿出来 褐色污渍就完全不见了 狐狸猫惊讶极了 但小树蛙却说这些广告效果 只要运用我们学过的氧化还原就能做到 还记得什么是氧化还原反应吗 狐狸猫回想氧化还原的定义 在氧化还原反应中 物质与氧结合 称为氧化反应 物质失去氧 称为还原反应 并且氧化与还原会同时存在 但它很疑惑 这和污渍被洗掉有什么关系 小树蛙没有直接回答 只是让狐狸猫别急 告诉它 想知道氧化还原与洗去污渍的关系 就来听它说个故事 从前有个叫做抹布的王国 某天闯入一群脏污怪兽 他们在王国里四处捣乱 把整个王国弄得脏兮兮 为了清除这些污渍 抹布国王派出精英部队 漂白济前去处理 只见漂白济士兵使出一招氧化还原攻击 迅速分解怪兽所产生的污渍色素 把王国恢复得干干净净 让无法再捣蛋的怪兽赶紧夹着尾巴逃离 于是一天又平安过去了 感谢漂白济的努力 狐狸猫被小树蛙的动作逗得哈哈大笑 也明白了漂白剂 是这样子运用氧化还原的方式来洗去污渍 不过狐狸猫突然想到家里大草厨食 常会拿加水吸食后的漂白剂来消毒环境 也是运用氧化还原的原理吗 小树蛙点点头回应 没错 漂白剂中常见到一种叫做次氯酸钠的成分 它很容易跟其他物质发生氧化 因此在家庭或医院 常用来作为清洁环境与消毒器具的一种杀菌剂 除此之外 氯气、臭氧也是常见用来消毒的氧化剂 例如自来水处理及泳池场所 就使用氯气消毒 以消灭水中的细菌 而臭氧可以在短时间内消灭空气中的细菌 所以有些市售家电会标榜具有臭氧杀菌功能 不过这些可用来漂白消毒的物质 多少具有毒性 若接触过多 会对人体造成影响 说到这里 小树蛙想确认狐狸猫是否都懂了 一幕前的你 能不能帮忙狐狸猫回答这个问题呢 小树蛙说 想在家做出氧化还原消除污渍的效果吗 让我来变个魔术 一起见证奇迹的时刻 小树蛙先将点酒滴入20毫升的水中 使溶液变为黄河色 接着点燃火柴 并快速地放到杯中 放在水面上方 并且小心地不碰到溶液 然后开始摇晃烧杯 观察溶液颜色的变化 狐狸猫看到烧杯里面溶液的变化后 直呼太神奇了 原来只要学会氧化还原 就能做出跟广告一样的效果 小树蛙接着说 除了前面提到的氧化还原应用 我们在生活中 看到一些不含防腐剂的食物 常会加入维生素C 维生素E 胡萝卜素等食品添加物 这也是利用氧化还原的方式 减缓食品氧化 以延长食品的保存期限 狐狸猫感叹地说 没想到生活中的氧化还原有这么多 除了这些 还有其他的氧化还原吗 小树蛙点头 当然有 而且现在正在发生 狐狸猫好奇地四处张望 没有看到什么特殊的现象 小树蛙说 答案就是呼吸作用 与光合作用啦 呼吸作用是生物吸进空气中的氧气 让体内的物质氧化 分解而释放能量 例如 我们人体内的葡萄糖 被氧气氧化 产生了二氧化碳 水与能量 让细胞或器官 能得到需要的能量来生存 而光合作用 则是植物在接收光能之后 将二氧化碳与水 进行氧化还原 产生葡萄糖与氧气 听了这么多 狐狸猫还觉得意犹未尽 小树蛙又出了问题 想考考狐狸猫 荧幕前的你也一起回答吧 最后 和狐狸猫一起复习 今天学习到的重点吧 生活中应用到氧化还原的地方 有很多 例如 漂白剂 环境消毒 食品添加物 光合作用 与呼吸作用等 透过这些例子 都可以说明 氧化还原反应 和我们的生活 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最后 请同学们一起上网来找找 漂白竹筷子 使用的二氧化硫 它在原理是什么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